香港反送中的运动 持续超过两个多月 特首林郑月娥昨天 终于宣布撤回逃犯条例 港股受到激励 昨天大涨将近1000点 今天上午持续走身 但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还是有示威者持续上街 抗议撤回太慢 港府没有全面回应五大诉求 甚至质疑林郑月娥 只是以退为进 香港英皇书院门口 超过百位学生围起人墙 手持标语 要求学校确保学生 能自由表达社会立场的权利 也有学生甚至戴头盔戴护目镜 要讽刺学校打压学生罢课自由 就算港府已经撤回修例 依旧让各界不满 这个太小太迟 社会的伤痕是不能磨灭 在香港的历史上 是会永远存在的 就连民间团体依旧坚持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林郑月上后召开记者会 为自己辩护 我再重复一次 我昨天公布的是四个行动 四个行动是一个目的 都是希望为香港尋找出路 希望能够打破今天的困局 但这四个行动都需要广大市民合作 至于在第一个行动里面 林郑从发表谈话到青上火线 都影响着香港股市 因为四号校港股一度涨了快一千点 创下十个月以来最大涨幅 五号早上开盘过后 港股也持续上涨 记者会中还是有媒体质疑 这是说撤回是不是以退为进 为接下来发布紧急法 镇压示威埋伏笔 现场林郑月娥否认 但四号晚间 大陆中央政法委员会发文 说对政治威胁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手软 并强调留给激进分子的时间不多了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反送中历经两个多月 现在终于有一个重大的进展 特首他已经宣布要撤回了 不过反对者他还是担心说 是不是以退为进 所以他们也许有可能会持续的抗争 来看一下昨天林郑月娥 她的重大的宣布 在昨天下午四点时候 她有宣布总共最重要的有四点 第一个就是她正式的撤回条例草案 第二个会全力的支持监警会的工作 会增加两名监警会的成员 特首还有所有局司长 都会走入社区跟市民来对话 会邀请社会的领袖专家 学者进行独立的检讨跟研究 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 在昨天的中午的时候 其实记者会都还没有开始 但是港股就已经开始 马上强劲的飙升了 已经最后是飙升到995点 但是民主派还是不收获 民政他还是说在9月15号的时候 一样还是要发起游行 但是不知道经过这样的一个重大转折 这个发行游行的能量 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到时候也要观察 而黄之锋这几天在台湾 他就表示立刻有评论 他说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 已经太慢了 香港特首没有普选的一天 就没有民主跟自由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10月1号之前 抗争活动还是会进行 不过接下来就是要看这些 抗议的活动 抗议的游行 是不是能维持跟之前一样的能量 还是会因为有这个重大的宣布 会有不同 这是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另外大陆的学者李小斌 他说林郑月娥的演说 没有全盘接受示威者的五项诉求 不失为一个平衡的统筹 以退为进的应对策略 希望抗议的群众可以认真考虑 而且接受特首提出的方案 毕竟没有底线闹下去 最终受伤买单的 还是香港社会整体 对谁都没有好处 甚至会造成双输的结局 不过现在 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台湾2020的大选 毕竟反送中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包括民进党的初选 还有接下来几次民调 反送中都扮演非常关键重要的角色 如果现在他的整个能量慢慢消去 现在对我们2020的选举 是不是相对的也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这一点是大家值得关注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环节 就是黄志峰一来 似乎就让蔡政府的国王的心意 好像被揭穿了 来看一下 黄志峰跟民进党的这些秘书长 他们合作在座谈的时候 提出了两大诉求 第一个 希望10月1号之前 台湾这个执政党 可以上街来撑香港 可是蔡总统已经有明确的回答 她说非常支持香港人 追求自由民主的诉求 但是不会介入 那林非凡 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非凡 他还讲得更直接 他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比较适合由民间来发起 而不是由执政党来发起 在昨天记者会的过程当中 还看得出来 他讲的其实是 面露了一点点的尴尬 那另外一个 黄志峰他呼吁台湾要修难民法 蔡总统他也讲了 他说现在的法律 就已经有提供足够的基础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提供香港人民必要的协助 换句话说 黄志峰这两大诉求 蔡政府都没有非常积极 跟明确的回应 这让大家感受到 蔡政府嘴巴挂的 这个所谓的挺香港 难道只停留在嘴巴的部分吗 所以全世界一些主要的媒体 也观察到这一个状况了 他们也有这样的评论 上BBC他说 黄志峰访台 台湾对定立难民法 还有政治庇护 还是持保留的态度 新加坡联合早报 他说多次高喊 称香港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 不如外界预期积极 凸显了蔡政府 对香港问题拿捏跟顾忌 并且引用分析 主要是避免主动挑衅北京 当然我觉得 避免挑衅北京 这个是值得肯定的 只是说他去挺香港的 这个力道跟真相 借由黄志峰这样提出一个诉求 就让大家有不同的检视 那立委 国民党立委林一华 他就说8月21号 其实他就已经问过了陆委会 有关港澳人民 因为政治的因素 向我国求助的措施 陆委会识问虚答 一切都推给 没有具体的个案 来掩饰政府 完全没有准备的事实 他希望大家不要被民进党骗了 昨天的勒比亚 就是明日的黄之峰 苹果日报 之前其实在反送中 这个议题上面 一直都是跟蔡政府 有唱同曲 但是最近今天的涉论里面 就有点不一样了 她说蔡英文声援香港反送中 不应该口惠而食不至 口惠食不至 其实这个评语 也是我昨天用的 我们视讯也连线到 大大战略所的副教授李大中 李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教授大家非常关心 昨天特首他正式的宣布 要撤回这个条例 到底能不能预言 接下来的抗争活动 是不是能够趋缓 还是说会维持一样的状况 我觉得这还是目前来说 还有待观察 因为昨天林郑的记者会里面 他第一点特别提到说 他将会撤回逃犯条例的修正 所以要完全消除香港民众的疑虑 这是他里面做出的最重要的政策 拉布 最重要的转折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 的确逃犯条例的修正是 这三个月来 香港大规模抗疫示威的最重要的源头 是一开始最原始的诉求 但是随着这个情势的演变 那很多香港的这个民间 还有抗疫的团体提出 除了这第一点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四点的诉求 但是林郑月娥在昨天的讲话当中 他基本上是回应了第一项 就是说香港港府确定会将在未来 会确定把这个逃犯 这个修正的条例撤回 完全是符合香港老板心的期待 但是至于其他的几点诉求 比如说要求成立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那基本上昨天林郑的讲法是说 他会他认为不需要成立特别的 独立的这种专责的这个调查委员会 而是透过现行的方法 现行的体制 他在征聘两位独立的这个人士 进入到目前的这个监警会里面 去做类似的工作 他认为这个这点已经是足够 那至于其他的三点诉求 比如说包括了这个示威游行的这个暴力定性 还有要求释放目前警方所逮捕的 这些抗议示威人士 以及要承诺说未来不做起诉 还有包括未来的双普选 那这三点基本上 林郑在昨天的讲话当中 也有非常明确的回应 他基本上认为说 因为香港是法治的社会 所以这个司法进行的这个逮捕 他没有这种权利是做出任何的承诺 而且暴力定性不是问题 那至于所谓的双普选 林郑昨天的想法是说 这是基本法里面 这个最后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 但是他认为可能是要一步一步来 否则贸然的这个实现 可能在现阶段可能是 反而撕裂了香港的社会 所以基本上昨天林郑的这个诉求 他是回应了第一项 那其实第一项也是一开始 香港示威的这个源头 但是这三个月来 包括了警察是否执法过当 是否应该去做有效这个调查 独立的调查 这几点并没有办法迎合部分港人的需求 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因为 林郑月娥昨天的这个记者会 还有他所谓的总共四点行动方案 让这抗议示威的热度降下来 我觉得有待观察 但至少我觉得他已经把这压力把松开了 让社会上还蛮大比例 在担心这个反送中 在担心逃犯条例修正这一批民意 他可以得到他的一个缓解 因为已经是正面积极的回应他们的诉求 但是还要再有待观察 未来这个是否会继续的 比如说有人说这五点诉求 缺一不可 还是说慢慢慢慢的示威 游行的力道会慢慢的减低 或是说到一定的地步之后 可能多数的香港民众 认为说维持社会的秩序 香港基本的繁荣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要取得一个平衡的状态 我觉得还要有一段时间 慢慢的沉淀之后 我们看看香港民意整体的反应 和回应大概是如何 教授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对台湾的选举 最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就是黄之锋他来到台湾 他希望说在10月1号之前 台湾可以办一个上街的游行 如果甚至有高达数十万人 或百万人的话 对香港人是非常大的激励 还有包括他希望可以修难民法 但是我们看到口口声声 说要力挺香港的民进党政府 他们不只是包括党的秘书长 或者是总统或者是行政院长 他们的回应都给了一点点软钉子 在难民法部分 他们说现行的这个法制就已经够了 那游行的部分 他说比较适合由民间来发起 那大家就开始有点评论 难道说这个挺香港 只是停在这个口会而时不至的状况吗 我觉得其实目前来观察 目前民进党蔡政府的作为 在香港议题上 当然他之前所摆出的姿态 是非常的高调的支持 非常非常的关心 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 还有人权的发展 但是其实这个议题也是相对的敏感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 其实目前蔡政府所採决的态度 是维持关心 但是有点黏又不太黏的这种分寸 意思是说他还是非常的务实 他一方面想要争取 台湾也有部分的民意 是非常支持关切香港的局势 但另外一方面 他还是希望保留一个余地 拿捏一个分寸 因为这个事情是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他高度的牵动 目前的两岸关系 还有很重要的北京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会有些人会觉得说 有点失落 有点伤心 或是说你怎么跟之前的高姿态 强硬的态度表现 目前看起来是差距如此的大 我觉得目前来看是 民进党政府希望把香港议题 能够视为是个 可以为他选定加分的 但是他拿捏这个分寸 意思是他还是得非常务实的考量 北京的因素在后面 其实世界大部分的国家跟地区 对香港的议题的看法也差不多 基本上非常关心关注 也关心香港的一些 民主的一个发展 但是你说要如何去介入他 基本上这里面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障碍 或一些干扰在里面 老师其实对两岸的议题上面 务实可能是大家觉得 比较理性的一个路线 然后值得鼓励 只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接下来四个月 这个反送中的议题 蔡政府还能发挥的空间 会比较大 还是说递减 第一个还是要看 目前从昨天林郑发表这个声明 还有四点行动发案之后 整个香港的局势 就是如同刚才所讨论到的 这个示威抗议的力道 是否会减缓 或说这个压力把打开之后 慢慢慢慢的达到一个 折中平衡的状态 或是说其实多数香港老百姓 还是不满 昨天的一个回应 认为回应的可能是太晚 或是回应的内容是不充分 所以这还是会牵动 整体台湾这个政治局势 就是要看香港局势的一个发展 那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议题在台湾 我自己的观察是 目前看来也有点弹性疲乏 因为它已经延消了将近三个月 我们从三个月之前 从六月份到现在 基本上除了关心香港局势的发展之外 我们也常常讨论到 它对台湾总统大选 不同政党不同候选人的影响 但是进行到今天已经三个多月 所以关心的民众还是非常关心 但是它的新鲜度 可能不如一开始这么这么的高 所以它可能变成是一个 长期性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总统大选 那个影响程度到底多高多低 其实是有待去观察的 那可能除非出现重大的变故 比如说突发的事件 或是我们所最不希望碰到的 最不希望看到的 北京当局最后是采取 这个高强度的武力镇压 否则我觉得它对于台湾的 选局的影响会有 但是可能不见得会往上升 甚至可能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 因为台湾目前看起来 主要的主流民意是关心 关心香港的局势 也希望有好的结果 希望有个和平的方法 理性的对话 能够恢复社会的秩序 同时能够满足香港老百姓 香港民众对于这种民主 自由还有法治的一种追求 这几点是台湾一个 目前看起来是主流的民意 但是我相信目前看起来 其实各主要的一些 政治的力量政党 其实在这方面的看法 其实会发现它的差距 可能没有像我们一开始 所想象的这么的大了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两个 第一个是香港局势 从今天之后的发展 有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 还有这压力是否已经卸掉 让部分的香港民意能够得到满足 第二个就是要看 目前我们的政治人物 各主要的政党 是用什么样的立场 去看待香港的议题 那么基本上我认为说 它还是会慢慢的回归到 比较理性 比较务实的角度 就是关心 但是可能无法去干预 这是我觉得可能是最后大家的 看到一个新的趋势或现象 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宝贵意见 老师再见